凭借之前发行的首张单曲Step Back的成功 Grasby的得以卷土重来 该组合包括SM人气女团的不同成员 宝儿、泰妍、校园、温迪、瑟琪、Karina和Venter 从第一代到第四代的偶像备受关注 不过新曲StandBongate 韩流网友一边倒的觉得 该曲成绩不如前作 旋律拉垮各自尴尬 这也是为什么宝儿会在打歌节目 要求粉丝耍安眉的播放量了 对此网友表示 宝儿前辈求你了 现在放过后辈们吧 瑟琪都说过 感觉得分身成两个人才忙得过来 现在要准备演唱会 应该很忙吧 好像真的很累 Ice by也因为这个没能回归 难道还要像这样继续出川级吗 各个人说Step Back虽然因为歌词引发了不少争议 但是歌曲本身可比这首歌强多了 就连粉丝都不买账 成绩当然不会好 以前的SM是引领潮流的先驱 现在的SM则是老土到了极点 大众心中公司的形象已经清费西比了 确实面对如今女团的强势发展 如果SM还要继续这样消磨新人形象 真的是假浪费时间 对此 大家怎么认为呢 欢迎留言 爱都韩社 每人解释我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